这个会馆始终没有为小区的广大业主和居民所使用 而是被某些人所占用 什么样的承诺能让一位老人在22年后还在坚持维权 家住丰台区副卓院小区的苏先生近日向北京时间接宿机办平台反映 自己在22年前购房的时候 开发商承诺会有3000平米的居民休闲娱乐场所 但至今未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999年的时候在售房的时候 他就等于是发的广告单里面 就说是小区里面要有一个娱乐会馆 3000米的娱乐会馆 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 这个会馆始终没有为小区的广大业主和居民所使用 而是被某些人所占用 而这些人呢都不是小区里面的 居民现在从目前来看房子出租情况是有卖什么佛教用品呢 有下边是弄什么海鲜 海鲜储存库的 以及种菜什么等等 也就是说和这会馆一点关系都达不上 后来经过了解啊是有一个姓贾的 他说呢他是属于北京附着创业地产的人来派他管理 但是呢我们上北京市房管局不动产就登记处进行查访 他这11号楼并没有登记 我们中心的诉求就是希望这个3000多米的这个会馆 能够像当时卖房的时候所承诺的那样 成真正的成为我们居民娱乐健身养生的一个场所 事后我们尝试联系了11号楼的管理者贾谋 对方一个手机号变成了空号 另一个处于关机状态 我们又尝试联系了北京附着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您好附着创业是吧 嗯 附着院小区是咱们开发的吗 这个我不清楚 您不清楚这个小区是不是咱们公司当时开发的是吧 对对对 针对苏先生的诉求 我们也向马下部街道提出了询问并取得回复 小区内11号楼既会馆目前由贾谋正在管理使用 经现场询问贾谋表示没有经营活动 目前没有对外出租行为 贾谋本人表述没有自称为附着创业开发商工作人员 目前马下部街道正在与归资委 朱建委等部门协商解决此事情 针对开发商的承诺未兑现 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居民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问题 我们也向律师咨询了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回这个当时的承诺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吗 通过法律途径的话 可以直接起诉他 有这个宣传权料的话 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去要求他完成这个承诺 或者说就是让他给大家补偿 我们对于这个11号会馆的事 从14年我们就在关注这事 到现在已经8年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抓紧 把这个事解决 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法 为了22年前的承诺维权8年 有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也有人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 要为了自己的权益抗争到底 如果是您 您会坚持维权吗 欢迎评论区与我们留言讨论 打开北京时间客户端 点击顶部接触集办 或底部服务按钮 即可进入接触平台 诉求提交记者报道 热点速览一手掌握 北京时间接触集办 您的诉求我们关注